這次我們講到啟示錄十九章 這章是啟示錄二十章之前 通常都會認為這章是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但我們要思考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下一次講到二十章是講到一千年 很多人會說這是千禧年 聖經是沒有講到千禧年 不過人們覺得它是一個千禧年 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們要從十九章去明白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以及從我們以往看過的經文了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我們知道耶穌回來其實是有什麼發生的 來幫我們了解 這個其實下一次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是很爭論性的 因為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兩邊都有一些證據去支持的 所以是一個比較難的議題 在我來說 我是沒有一個絕對的肯定的答案 雖然這是一個很多人所說的 千禧年這個問題 但我會下一次給大家知道為什麼 而這次你也可以看到 因為聖經是有講到 耶穌回來到底有什麼發生 我們一起讀 啟示六十九章六節 我聽見好象群眾的聲音 眾水的聲音 大雷的聲音說 哈利路亞 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我們要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給祂 因為羔羊分取的時候到了 辛苦也自己預備好了 蒙恩得穿光明結白的世麻衣 這世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在這裏就說到有群眾的聲音 有種水的聲音 有種大雷的聲音 譬如耶穌說的時候 在啟示六 約翰都形容祂好像種水的聲音 不是單一的聲音 有一個很大的聲音 好像群眾的聲音 就說哈利路亞 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作王就是祂說了事 即是說以後魔鬼再沒有遺憾 即是說以後魔鬼再沒有遺憾 其實有任何經文我們都去想 到底作王什麼意思呢 作王就是祂完全說了事 魔鬼再沒有任何的權兵能力 我們要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給祂 我們要歡喜了 很開心 不只是去到那時候歡喜 而是現在都歡喜 我們現在想到將來 到了羔羊分取的時候 到了天堂的時候 我們就歡喜了 其實基督徒每天歡喜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我們心理健康重要 對於我們靈命重要 我要水 因為人很多時候都會有重淡有煩惱 我自己也會有的 但我就刻意告訴自己 神是愛我的 神是和我一起的 神祝福我的 神喜悅我所做的一切 我有原因去開心的 感謝耶穌哈利路亞 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做 因為人是會 無緣無故白事 小小事就會有一些弊毅 有些煩惱 有些負面的感覺出現 我並不是幸免的 我不是沒有的 不過我是盡快處理的 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就是我想到神的恩典 現在的恩典 將來的恩典 我想到神的計劃 我心就歡喜了 我要歡喜快樂 全能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給祂 因為祂是完全作王的 我將榮耀歸給祂 有一個分娶的時候 到底分娶會怎樣呢 這裡說到神父就預備好了 蒙恩得川光明潔白的世麻衣 世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我給我一張那些紙 在這個經文說到這個義袍 這個袍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但是在聖經其他經文 是有講到神給我們的義 我們給了你兩處經文 在《儀賽書羅》一章十節 大家看到嗎 在第二條題目 我們一起讀一下 因祂以拯救為依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帶上華觀 又像新婦配戴裝飾 還有羅馬書三章二十二節 就是神的義恩信耶穌基督 所以祂將耶穌完成了律法的要求 這個義就加在我們身上 因為後面講到神的義 就是恩信耶穌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並沒有分別 所有相信的人都沒有分別 我們都穿著同樣的義袍 就是耶穌的義在我們身上 所以這裡講到耶穌所行的義 所以在《儀賽書羅》一章十節 就是在神的眼中 我們就有這個義袍 以至有多美呢 那裡講到有多美呢 好像新郎帶上華觀 又像新婦配戴裝飾 其實我們現在也有的 不過我們現在看不到 在神的眼中 我們就像新郎新娘一樣漂亮 也有人有這樣的經歷 即是他死過 他動手術死了 他站在那裡 發覺我看到耶穌 他看到自己睡在那裡很漂亮 這個在靈裡面看到 然後耶穌跟他說 他說我看到你也是這麼漂亮的 這個很特別 神原來看到我們也是這麼漂亮 因為我們有耶穌的兒婆在我們身上 但這裡就講 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那這兩個東西 怎樣可以協調呢 到底是 將來我們是有耶穌的義 還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其實兩樣都有 兩樣都可以有的 也有另一處 启少爺有講的經文就是 作供的果效除了他們 他們認識了自己的勞苦 作供的果效除了你們 我不是有圖嗎 不是有新娘 有很長的婚紗 即是我們作供的果效 就會一輩子除了你 即是你幫過什麼人 你服侍過人 傳福音 你關心人 愛心 一直在你後面跟著 這個後面就是 除了 意思不是一定拖著尾 神什麼方法 叫我們所行的義 跟著我們 我們不知道 總之我們會帶著這種榮耀 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講到我們復活的身體如何 寶樂問這個問題 復活的身體如何 他講到有地上的身體 和天上的形體 地上的形體一樣 天上的形體一樣 地有不同的生物 有不同的形體 天上也有不同的形體 日有日的形體 月有月的形體 星有星的形體 這一個星和那一個星的形體 亦不同的 榮光 榮光是不同的 即是將來 我們有人有日的光 有人有月的榮光 有些是星 而星有很強的光 有些是弱的光 這裏就講到 即是我們基督徒 將來我們所行的義 會跟著我們直到永遠的神 會紀念 會賞賜我們 有些人就說 那光是怎樣呢 對我們有什麼特別呢 在《出埃及記》三十四章 就講到摩西求見神的榮耀 神就說 我要將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即是摩西是求見神的榮耀 但神回答他不是回答不榮耀 他是回答我的恩慈 即是神的榮耀是帶著恩慈的 即是將來 那些越愛神的人 在天上越享受到神的愛 越強烈的 是永遠的 我用一個人的形容 大家乘坐火車 乘坐過頭等 或者乘坐飛機 你一上飛機 有時一上就上頭等位 特別闊 特別漂亮 吃的東西都不同 我試過有一次 我不是故意的 因為那時候 跟另一個教會去宣教 因為買不到機票 有一程一搭 頭等 其實之前也試過有一次 有搭過頭等 我發現 那些吃的東西是不同的 而且 他給了一些飲食也不同 各樣的服侍也不同 那些態度也不同 真的有分別 你可以想像在天堂 有頭等 二等 三等 其實不是我們值得 我們千萬不要說 我做了一些東西賺回來 因為都是出於恩典的 不過這個想像是跟我們所行的 有直接關連的 按照本身所行的 來得到想像的 在《光臨德善書》第3章 講到 每一個人所做的 是金銀寶石 草木和佳 是會被試驗的 那會不會推動大家 我真的要真心去幫人 真心去傳呼音 真心去關心人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 給神使用 我希望將來越來越多人 給神使用 這個啟示錄 今次下一次就完結了 接著我們就開始講到 事奉各方面 如何祝福人 幫助人 因為這個在末後日子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基督徒所行的義 又會跟我們一起 又有耶穌的義 也有耶穌的義 就是基本 但是很漂亮的 不要以為基本 是很差的 是很漂亮 但同時也有我們每一個人所行的義 每一個人為耶穌而做的 每一件事 都會永遠跟著你 你這樣想 是不是很划算 我們不是我們配得道 不過神是一個很 記得我們的好處的神 記得每一件事 我們為神而做 記得我們的心態 而祂一定會賞賜 因為祂是一個很好的神 祂一定會加倍的 來賞賜我們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動力 就算人對你不好 我對他好 我自己得福 我生氣他 我自己反而失去更多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 將來我們和羔羊分娶的時候 你看看旁邊的一個 哇 你這麼漂亮 好像 哇 那些更漂亮 那些更漂亮 你說 我看到也不錯 不過 好像 很羨慕 其他人 最好現在開始羨慕 現在開始說 我也很想這樣 那分娶有什麼意思呢 分娶當然 這個一定不是有性關係 有人想到 將來有性關係 這個不是性關係 是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就是我們和耶穌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這個分娶 所以這也會產生 啟示錄二十章的一個問題 因為很親近的時候 撒旦怎麼可以重攻擊呢 即是有一個分娶 已經和基督結婚了 結婚的時候 跟他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我只是說出那些問題 下一次會說出兩邊都有問題 這是其中一個書 在聖經我查考的時候 我還未找到一個答案的地方 接著是第九節 天使吩咐我說 你要寫上 凡被請負羔羊之婚然的有福了 又對我說 這是神真實的話 凡是被請負羔羊的婚然的就有福了 你有份就有福了 大家有沒有試過被請去做一些 某一些尊貴的身份 當你被請的時候是有福的 而被請去這個婚然的是有福 那哪些人有份呢 凡是真心信靠耶穌 而和耶穌有生命關係 即不只是信耶穌 如果信耶穌 也會犯奸淫 又不會悔改 又會傷害人 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沒有尊重神 而不悔改 那些人是不可以 總之是不得救的 就不可以去到這個婚然 但得救不只是信耶穌 我也試過講過一篇道 有些人說 上天堂的時候就問你 他的標準答案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讓你上天堂呢 答案就是我相信耶穌 不過你發現凡是審判的經文 全部都沒有一處 耶穌問你信了耶穌沒有 全部都是問他的行為 全部都是按照行為受審判的 但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是信耶穌得救 但信耶穌得救的證據證明 有信心就是我們的行為 即是真信耶穌 他就會愛神、愛人 會關心人 會傳人福音 這些都是我們得救的證據 凡是真信耶穌 而與耶穌保持這種關係 有生命的表現的人 他就會被請去扶這個婚然 你看到這個圖 左邊的圖就是一個新娘 但這個新娘帶著很多人 原來他包含很多人 整個教會和耶穌有很親密的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圖畫 一個天上的一個圖籍 吃什麼呢 我們到時才會予料 我不知道吃什麼 總之應該有得吃的 應該是婚然 聖經也有說到 天上有生命樹的果子 有些人去過天堂也說有食物 也很好吃 所以我也會留意一下 現在地上也可以留意一下 吃的東西很好吃 其實也很好吃 都是神出於愛去創造給我們的 第十一節 我觀看見天開了 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 誠信真實 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英文就是 In righteousness He judges and makes war 十二節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 又有寫著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沒有人之道 他穿著淺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稱為神的道 我們說到天開了 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 稱為誠信真實 這是一個可信的真實 就是基督 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打仗通常是用什麼方法呢 打仗通常是用兵器 用武力 但耶穌打仗是用公義 因為用英文的準確 In righteousness He judges and makes war 即是在公義之中來打仗 我們很難想像 如何是公義之中來打仗 神在生戰的時候 都是行公義 而他的公義也是他得性的武器 神的公義 因為魔鬼是有罪的 所以魔鬼在神的面前 是完全跌倒的 因為在神的公義之下 魔鬼顯出非常醜惡 是沒有力量的 耶穌在審判和爭戰的時候 都是在正確之中 所以如果翻譯中文 應該翻譯成 所以他會移到 他以公義去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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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睛如火焰 他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生命是怎樣 他頭上帶著許多的冠冕 也有寫著的名字 除了他沒有人知道這些名字 現在不知道 因為將來也不知道 可能是現在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耶穌有這些名字 只有耶穌知道 為何那件衣服會有血在上高 這就是講到耶穌的贖罪 祂是因為贖罪 所以祂的衣服也有血在上面 祂的名稱為神之道 神之道在希臘文是Logos 神的Word 這個字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這個Word是甚麼意思呢 意思是將神彰顯出來 意思就是神 我們看不到 將神彰顯出來 這個道和神的話語的道不同 神的話語就是聖經 但是這個道是將神顯明出來 將祂顯明出來 耶穌稱為神的道 祂是神 是將神顯明出來的 即是我們看不到 但父懷戀的獨生子將祂顯明出來 接著十四節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 穿著細麻衣又白又結 跟隨他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 可以擊殺列國 他必用鐵像核管他們 並要踩全能神列路的酒詐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 萬皇之王萬主之主 這說到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 穿著細麻衣又白又結淨 跟隨他 即是天上的眾軍跟他在一起 在耶穌的口中有利劍出來 可以擊殺列國 這告訴我們這是什麼經文 列國都被耶穌擊殺 即是在審判萬民 在審判萬民的時候 他們都被擊殺 他用鐵像核管原文去牧養他們 即是信的人就牧養 不信的人就覺得 反而做核管比較對 所以他會管治 他會勝過他們 去掌管他們 他用口中的劍擊殺他們 以及踩全能神列路的酒詐 這個在之前有說過 我們稍後會看過的經文 即是說 這是一個審判的時候 說到那些血流出來 有六百里那麼遠的血流出來 就是神的審判臨到世人的身上 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 寫著萬皇之王萬主之主 他是所有王的王 所有主的主 他是至高的 是 我覺得這是天使 聖經也沒有說到基督徒是 不過也有說到德聖 我們上一次 是否有經文說 是世賣的 是 但是天使也可以 其實這類的經文 我們沒有清楚說的時候 我們也不能夠絕對肯定 不過 似乎是 這個機會 因為聖經也有說到天君 是天使的 所以基督徒的機會是比較微的 雖然上一次也有說到 基督和所有神的子民是德聖的 那德聖和這個也未必一樣 所以是要看十四章 我們不用全讀 這裏說到 其實之前有說到 高陽在白雲上 他有快簾刀 靜在地上 另一個天使也有快簾刀 有一個天使在祭壇出來 你看紅色的字 這裏是天使和主說 把這個快簾刀 收取地上的葡萄薯的果子 因為葡萄熟了 天使把簾刀 靜在地上 收取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憤怒的大酒砸 那些血出來 是有高到馬的雀環那麼高 有六百里那麼遠 大約相等於二百九十六 大約三百公里 即是說開車 如果高速公路八 即是差不多四個小時的路程 即是說在 耶穌回來的時候 他會懲罰 擊殺那些列國 所以這裏先說的經文 是否和這個馬太 以及二十四章說到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即是說在一個懲罰萬族的時候 他們很害怕 而在啟事律十四章 因為啟事律是重複說到 耶穌回來的 啟事律十四章 就是說到 這個快簾都在地上 很多人被殺了 所以這是一個懲罰的時候 讓我們知道 在末後的時候 是一個懲罰的時候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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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啟事律十二章 十二節告 說到第六人 也在一個 我們不用看完這裏 就是說到一個什麼時候 在下面那裏 在下面那裏 尾三行 我們將《啟事律十九章》所說的 《擊殺》 和其他經文連繫 即是說在那裏 在一個激殺列國的時候 是羔羊憤怒的大日 接著第十九章 十九章 十九章十九節一起讀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 站在日頭中 向天空所飛的了 大聲喊著說 你們聚集來父神的大言直 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 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 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 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 要與騎白馬的 並他的軍兵爭戰 這裏有另一個圖畫 在十九章中說到 就是天使站在日頭中 日頭那裏 很光輝 日頭那裏很熱 又很光輝 向天空所飛的了 那這些了是什麼呢 他們走來吃的人 是什麼了 對於這個食物 是否只是 吞食的食物 攻擊他們 殺死他們 這些我們要到時才知道 實際上是什麼 總之這就是神當時的審判 這裏又有一個園值 先有一個婚言 這裏又有另一個園值 這裏就是 食那些人 食多少人呢 我們看看 軍王和將軍的肉 壯士和馬和騎馬的肉 和一切自主為奴 和大小人民的肉 有沒有例外 就是有沒有人剩下 沒有 因為大小人民 什麼都有了 就是軍王 將軍 壯士和馬和騎馬的肉 和一切自主為奴 一切自由身 或者做奴隸 和大小人民的肉 全部都吃光 我看見那修 地上的軍王 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 要與騎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 這裏又是說到 和基督爭戰 有些小鳥 飛來吃光他們的肉 第二十節 那修被擒拿 那在修面前曾行其事 迷惑壽壽印記和拜壽像之人的假先知 也與壽同被擒拿 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鋒在燒著流氓的火壺裡 其餘的被騎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 非料都吃飽了他們的肉 這裏說到壽被擒拿 以及在壽面前曾行其事 迷惑壽壽印記和拜壽像的人的假先知 即是壽和賈先知被擒拿 和壽在一起擒拿 兩個活生生被櫻在燒著流氓的火壺裡 這就是一個審判的事 其餘的 其餘的是甚麼呢 應該是指所有軍兵 所有打仗的 被騎白馬者出來劍殺 其實從前面那裏 非料都吃飽了他們的肉 其餘的確是指所有的人 因為這才說到大小人民 全部的人 即是在那時 騎白馬 即是基督 口中出來的劍殺死他們 以及吃飽他們的肉 這裏就是萬民所有人的審判 這裏我將不同的經文說到耶穌回來 將總括了耶穌回來時 有甚麼發生的 我們一起讀 第一 《萬族哀哭》 《馬太廿四章》 《面對神憤怒的大日》 我每次解釋一下 第一就是萬族哀哭 就是大災難過之後 然後基督的兆頭顯在天上 然後萬族哭了 然後耶穌有大能力 有大榮耀從天上降臨 這就是萬族哀哭 即是耶穌回來時會發生 以及在啟示律第六章 就說到神憤怒的大日 那些人就會向山、岩石 說賭葬在他們身上 因為要審判日子到列 第二 一起讀 《死了的基督徒復活,變為不死》 第三 《基督徒變為不死,死被得性吞滅》 這裏說到死了基督徒和活著的基督徒 死的基督徒會復活和變為不死不撓壞 而活著的基督徒又變為不死 和死被得性吞滅 我們之前查過這些經文 就是說 所有死的基督徒都會復活 他們就會變為不死不撓壞 不死不撓壞是怎樣呢 即是他們不再是肉身 是榮耀的身體 然後活著的基督徒又變為不死 然後活著的基督徒又變為不死 以及死被得性吞滅 即是從此以後再沒有基督徒的死亡 死被得性吞滅 即是沒有了這件事 吞了 沒有了消失了 死亡消失了 大災難中基督徒也會死 所以這就是大災難之後 即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接著第四 基督徒被提 與主永遠同在 這裡說到 這個經文也有說到復活 復活 然後被提 而被提 永遠同主一齊 這個經文也有說到 基督徒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永遠同耶穌一齊 那跟耶穌一齊 會怎樣呢 在腓立比書第三章說 一起讀 基督徒與主榮耀的身體相似 即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就變得好像耶穌榮耀的身體 即是第二和第三 變為不死和不拿壞 以及死被得性吞滅 即是說 當基督徒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的時候 我們一復活的時候 即是一復活 立即變為榮耀 個個變成榮耀 那跟耶穌一齊 一定已經變為榮耀 身體和耶穌的身體相似 所以是不會再死的 那怎樣可以再有魔鬼的攻擊 因為啟哲二十章說到魔鬼的攻擊 所以這是一個不同的困難 接下來第六章 就是基督與基督徒的婚言 我們剛剛看過 即是跟他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第七 基督用降臨的榮光廢掉敵基督 這是在後書第二章說到的 基督降臨時的榮光廢掉敵基督 將他完全打敗 第八 基督用快廉刀殺死非基督徒 即是審判他們 他流出的血是很多很多的 然後第九 審判死人賞賜真信徒 在启示六十一章說到第七號 已經說到會審判死人的時候 以及所有基督徒是會被賞賜的 然後馬太二十四章 耶穌降臨 二十四章說到三個比喻 第三個比喻就是綿羊山羊的比喻 當主降臨的時候 綿羊山羊就是屬於主的人 山羊就是代表不信主的人 在他面前接受審判 即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即時將信和不信的分開 信的就會做在主的身上 他就會得到賞賜和永生 而那些不信的人 他們沒有做在主的身上 他們就要接受審判 進入永刑 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 我們看回福音書 《保羅書信》和《啟示錄》 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會發生的事 我們現在在這裏下面 就將那些經文稍微給大家看 但我們就不會詳細讀 《馬太24章29到51》 就講到這些日子的災難 一過去人子的兆頭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俗就要哀哭了 即是說地上的災難 一過去 接著耶穌回來的兆頭顯在天上 人們已經知道是耶穌回來 然後萬俗就哭了 全部人都哭了 因為他們要面對神 然後他們看到人子有能力有大榮 要駕駛天上的魂降臨 然後將他的選民由四方招聚 這個選民 因為當我們看《高林德》前書15章 就講到死人才復活 信主的人死的復活 然後我們活著的和他們一起改變形象 而在《貼索羅尼加》前書第4章 就講到死人復活 然後我們和他們一起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高聚基督徒》就講到這件事 就是死的復活 和我們一起改變形象 然後招聚 所以這個招聚 將他們的招聚 就是馬上死的復活 我們和他們一起改變形象 他們就聚集在主的面前 而這些就是綿羊 山羊就是那些不信的 有蠔銅將那些選民招聚 就講到好像羅雅的日子是怎樣呢 人子降臨也是這樣 他們全部衝去 這就是審判的時候 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裡 只剩下一個 一個被摺到天上 這個被提 可能到時候 那些信主 就全部被提到耶穌旁 那些不信的就在地上受審判 就是兩幫人分開了 一幫就在天上和他一起 被提 然後呢 就是講到 忠心有良善的仆人 即時跟著就講了 密提14章 他們有福了 但是那些惡仆 就重重的處置 他們就 哀哭切齒了 所以這個經文是告訴我 耶穌回來的時候 那些萬族要哭 還有基督徒會招聚 然後那些人會審判 那些不信的就會審判 信的就會得到賞賜 然後25章 接著 我們一起讀一下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 同著眾天士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 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 山羊在左邊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 你們者蒙我扶持福的 可以可來承受那創生的 在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這裏說到耶穌在榮耀中降臨 是沒有中間斷開的 所以說他中間隔開一千年才是 這個審判沒有經文的支持 經文的支持就是 當耶穌回來 那些人就分開了 好像綿羊山羊一樣分開了 然後綿羊在右邊 山羊在左邊 綿羊就可以承受 神為他預備的國 而山羊就要進入 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 我們千萬不要去那班 永遠依靠耶穌 親近耶穌自然生命就會有果子 這裏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我現在溫習世界每日會有什麼發生 在毫童末次出現的時候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那壞 我們都要改變 這個必那壞的變為不那壞 就是必死的 其實原文是必要的 他用的總要 是必定變成不那壞 這個必死的總要就是必定要變成不死的 那時候死就被得性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即是死亡這件事已經被吞吃了 吞吃了以後基督徒再不會再死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會基督徒改變形象 不會再死了 貼上禪家前書第四章十五節開始 就說到被提了 下面那裏說到第十六節 第三項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在基督徒中死的人 就首先復活 死了的復活 即是跟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一樣 接著我們活著完全留的人 跟他一起被提到魂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在空中與主相遇 我們便會跟他一起被提到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裏兩個經文都說到死的復活 然後基督徒和耶穌一起 保羅只會發生一次 保羅不會復活兩次 保羅不會復活一次 不會說哥林多前書應驗一次 貼上禪家前書復活一次 不會的 是一起應驗的 所以兩個經文所說的是同樣的時間 都是說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基督徒就會復活 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而弗羅比書三章二十節 就是說到當耶穌降臨的時候 他就會用他的大能 將我們這個悲善的身體改變形象 與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即是我們將來 與耶穌的形狀相似 都是會榮耀的 這就是和貼上禪家前書四章十七節 永遠同住一起 所以一定是改變了 即是被提後一定是改變形象 是不會再死亡的 貼上禪家後書二章 就說到 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以及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在這幾處的活世經文 保羅做了一件很特別 全部都說過我們 這就說到我們去那個聚集 什麼時候聚集呢? 就是說到有一個大聚人 他說在日子之前 聚集之前有這個大聚人 他就自稱為神 坐在神的殿鐘 然後在耶穌第八節 那裡的經文 什麼語言 主耶穌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就是說我們什麼時候去主耶穌聚集呢? 就是當耶穌廢掉敵基督 敵基督什麼時候活躍呢? 大災難活躍 所以我們是大災難之後聚集的 這裏保羅告訴我們 他在大災難之後 就會聚集到耶穌那裡 所以說到末日 其實這些經文就是告訴我們 耶穌回來的時候會發生的事 然後啟示錄十一章十五節 就是說到第七號 第七位天使吹號的時候會有什麼呢? 第十八節 在尾五行那裡 外邦發露你們的憤怒也臨到了 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 審判死人 怎樣審判法呢? 你的伯仁眾先知 眾聖徒 凡敬畏你名的 年大大少得上次 即是信徒得上次 然後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鬥了 敗壞世界之人就應該說到是不信的人了 因為他們敗壞世界 即是說信主和不信主都同時受審判 就在什麼時候呢? 就在第七號的時候 在河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所以這裏說到是一起審判 但是啟示錄就說到過一千年之後受審判 所以這裏是一個困難 我們下一次會再詳細說出 這裏重複剛才所說的 先列出一些經文給大家看 在耶穌降臨有什麼發生 萬族都會看到 全部都是哭了 我希望大家都記得 對於末日的事情 我們都會放在記憶裏面 萬族哀哭 然後是面對神憤怒的大日 那些人就很害怕 要逃避神的憤怒 第二就是基督徒會復活 變為不死 以及信了活著 又會變為不死 死就被德性吞滅 從那時候開始再沒有死亡 然後我們就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我們又改變成為一個榮耀的身體 又和基督有婚言 那就是永遠和他在一起 然後耶穌會用降臨的榮光廢掉敵基督 這其實是同時發生的 我寫這個意思 寫了基督徒 剛才寫了非基督徒 不是一定的次序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這樣下 而是同時會滅絕 廢掉敵基督 然後用快簾刀殺死基督徒 以及審判死人 所有的人 賞賜真的基督徒 這就是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會發生的事 希望我們大家都記得 並且放在記憶裡面 我們預備好耶穌回來 我們所有行的義 都是神所紀念 永遠被神所紀念 在末後的日子 其實是一個歡喜的日子 因為是會有大能力 神的神跡歧視會發生的 因為有三年半的時間 三年半的時間 我們不可能三年半 正常來說 三年半都不吃東西 要吃東西 通常要買東西吃 樹上的東西都被人摘了 樹上還有沒有東西吃 草都燒了 很多燒了 我們吃什麼呢 基督徒沒有理由 最初的一個月兩個月就死了 所以神是有方法 可能是用神跡的供應 你祈完肚子 然後桌上有東西吃 或者你祈完肚子已經飽了 總之我們不會馬上死 那時候真的很神奇 又會聽到聖靈的聲音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盼望這個日子 不是懼怕 而是我們靠著耶穌 因為那時候人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完全靠耶穌 當我們靠錢 那時候是沒有用的 你有多少銀行的錢都沒有用 你有多少財富 有多少能力都沒有用 你有多少大間屋都沒有用 你有屋都沒有用 其實現在的大廈 香港的這麼高的大廈都挺困難的 因為到時候沒有電沒有水 怎樣生活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信心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有力量 啟示錄十九章說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幫助我們站穩 靠主有力量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求主師恩祝福我們 幫助我們 靠耶穌站立得穩 靠耶穌不懼怕任何的人 不懼怕任何的情況 任何的困難 現在的困難我們都不怕 因為神一定與我們同在 神一定加添力量給我們的 主耶穌感謝你 感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榮耀 還讚歸給你 求主你施恩 次力量給我們 也叫我們發出光輝 在末後的日子 榮耀你 被主訓練 能夠去侍奉你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你回來是榮耀的日子 我們都等候你回來 我們盼望你快快回來 我們盼望可以見到你回來 我們都可以在那時候 經歷到神很大的作為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我們都看到這個世代 是很可能 我們看到耶穌回來的日子 因為我們看到疫情的嚴重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經濟的改變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權力 的主義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很可能 進入一個末期的時候 求主幫我們站立得穩 靠著耶穌得力 感謝主 感謝主 祈祷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們接下來會有 服侍的討告和操練 幫助大家操練 作詞文化 祝你 我們 跟著你 一起人 等待著